大念著经 Mah Satipatthana Suttan 巴利文Suttan是经典的意思 而Mah Satipatthana的Mah是大的意思 如果说这部经典是大的 那么也就是说有比这个小的 没错 有其他佛陀说的关于四念著的经典 是比这部经典小一些 这部经典是Mah是比较大的 因为它详尽说明了更多的题材、内容 所以叫做大念著Mah Satipatthana Satti是觉知 它是非常重要的法的一种能力 Satti是我们的五种能力 五个Indriya当中的一个 是我们要精通法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能力 Satti是无力之一 是我们必须发展对法精通的力量其中的一个 Satti是七菩提分之一 是我们要达到完全觉悟所必须发展的一种要素 而Satti也是巴圣道当中的正念 Sama Satipatthana 因此对法的实修而言 Satti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 Satti按照字面上来解释是记忆、回忆的意思 也就是现代印度化常常使用到的Satti这个字 但是内观的修行却和记忆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你不用去回忆过去的一些事情 这时候你应该记得的是你禅修观察的所缘 也就是说整个色身之中的实相 关于身和心的实相 你应该一直记得 你的心不应该从你观察的实相上跑掉 所以就这个观点而言 你可以说它是记忆 但是为了更明确的了解 我们说Satti是觉知的意思 这也正是Satti在这里的意思 你是不能够对过去对未来保持觉知的 你只能对现在此刻呈现的实相保持觉知 这就是Satti Bata呢是建立起来的意思 B这个字是广阔多方面的意思 你多方面的建立起来了 广阔的多方面的并不是仅仅只觉知 除了觉知还要有智慧的成分在内 你不是只有觉知关于身心的实相 你也要体认到实相的特性 它是继续不断地生起灭去 它是苦的根源 它不是我 也不是我的 它是没有实体的 这些都必须直接的经验去体验 而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了解而已 因此 这样才叫做Bata呢 才是具足了智慧Banya 具足了修所成慧Bavana MayaBanya 也就是能让你体会实相真实特性的智慧 以你自己直接的经验去发展具足这种智慧的觉知 觉知实相的真实特性 而不是仅仅是它似乎是如此 或是它表面所呈现的样子 这就是为什么这部经典称为大念诸经 Mah Satipatthana Suttam 开始解释经文 如是我闻 我是这样听说的 这句话不是佛陀说的 而是别人说的 这句话的背后有一篇故事 一个内观的禅修者 应该知道这个非常重要的典故 八十岁的佛陀离开了人间 当时在场的大部分佛陀的学生 已经到达阿罗汉完全解脱的最后终点 他们了解自然的法则 每个人一出生 就必定会有死去的一天 不论是佛陀或是凡夫 都没有差别 当一个人到了凋零的年岁 就有一天必然要死去 但是那些还没有在法上增上受用的人 他们感觉非常的难过 非常伤心 一些人甚至开始哭泣 然而有一个人却感觉非常的高兴 一个老比丘 年长而没有智慧的比丘 他觉得非常的高兴 他说 哦 太好了 这个老头子已经死了 我们一直在他的掌控之下 要这样做不要那样做 这样做不能那样做 现在我们可以自由地做我们想做的了 他有个教导这样说 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现在我能做自己的主人了 太棒了 这显示生团里已经开始出现这样的分子 这样的情况 他们并不是真的对法有兴趣 他们只是因为发现 加入以佛陀为名义的生团成为出家人 可以在这个社会当中得到某种身份地位 因而穿上了袈裟 他们可以生活得舒适 比起其他的方法 能够得到更多的供养 他们会得到更多的尊敬 他们对法并没有兴趣 然而对这位比丘 我觉得非常的感激 非常的感谢这个人 为什么呢 因为当这位老比丘宣布 太好了 佛陀已经离开人间了 一位佛陀的上座弟子听到了这句话 他想 如果连今天都有这种人 那么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啊 以后这样的情况会越来越严重 他们将会以自己的方式来扭曲佛陀的教法 事实上后来真的发生了 应该如何保存佛陀所说的话 如何保存佛陀的教导呢 佛陀在三十五岁时觉悟 而在八十岁过世 四十五年当中日日夜夜 除了睡眠时间以外 就是不断地给予人们法的教导 即使连每天不超过两三个小时的睡眠 事实上一样是具足觉知和平等心 只是躺着让身体休息而已 他给了人们八万两千个开示 另外两千个是来自佛陀的阿罗汉弟子 所以一共是八万四千个开示 于是这位名叫着大家邪 这位长老比丘 他决定必须截及所有佛陀的教法 他觉得为了避免将来人们任意修改佛陀的教法 应该设法把它们保存下来 否则未来极有可能像这个伙伴一样 他们会把自己的话放在佛陀的口中 说佛陀是这样说的 他们将会舍弃某些对于法的增上是非常根本而重要的训诫 并且说是佛陀允许的 还是如何如何等等 诸如此类的事情 几个世纪以后 这些事情的确发生了 所以大家邪尊者认为 当这些曾经眼见耳闻佛陀教导的亲随弟子还在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佛陀确实说过的话保存下来 所以他决定召集五百位阿罗汉 完全解脱的长老比丘进行经典的结集 他说我们一起坐下来 背诵所有佛陀的教导 一经过鉴定认定 我们就结集并且宣读他们 这是佛陀入面之后不久就进行的 如果直到一百年或两百年之后才进行结集 这样的结集 人们可能接受也可能不接受 所以应该现在就做 因此大家邪这位非常有智慧的尊者 做了这个决定 即使少数人也能进行结集 但他集合了五百位年长的阿罗汉 为的是让当时和未来的人印象深刻 让他们知道 有五百位阿罗汉集合在一起 背诵了佛陀的教法 给他做一个真确性的保证 当他要挑选五百位阿罗汉时 有个人说不除非阿难的阿难也参加结集 否则这样的结集就不够完美 因此只能挑四百九十九位 而让阿难也加入成为五百位 现在我们说说谁是阿难 阿难是佛陀的堂弟 当西达多太子出家 直到觉悟之后 许多释迦族的成员跟着佛陀出家 阿难也是其中一位 从那时候开始 他就一直追随着佛陀 当佛陀开始传法时 追随的弟子数量就多了起来 工作就增加了起来 自然的 他就要有一位侍者 曾有过很多的侍者到他的身边 帮忙他 为他服务 但是这些人当中 有很多人却怀着不同的动机 通常会有这样的动机 佛陀是个完全觉悟的人 他反对展现神通 虽然无疑的 他具有神通的能力 但他并不希望他的追随弟子 展现神通 如果我能亲近佛陀 就能幸运地看到一些 佛陀所展现的神通 另外有一些弟子 佛陀个人的侍者 他们会有这样的想法 佛陀向来拒绝回答哲学上的问题 他曾经说过 那些问题是没有用的 不要把你的时间浪费在这上面 他们认为 他不想在大众当中 谈论这些问题 但是或许只要我能亲近他 他就可能会为我解说 最好我能够亲近佛陀 最好我能够个别地服侍佛陀 这些人 当然都不能够长期地跟着佛陀 他们迟早都会离开的 直到佛陀55岁 他的侍者都还一直在变动 他一天天地老了 有人想 应该有一个固定的侍者 在佛陀身边 佛陀也同意 是的 一个值得信赖固定的私人侍者 是需要的 许多年长的比丘都非常的热切 希望能担任这个工作 在佛陀身边为佛陀服务 但佛陀喜欢阿南 而阿南却保持沉默 他不知可否 大家知道只要阿南说好 佛陀就会让他当侍者 但阿南并没有说 当大家试着去说服他时 阿南说 我有一些条件 如果佛陀接受我的条件 我就做他个人的侍者 竟然有人向佛陀 开出做他的侍者的条件 你的条件是什么呢 他开了七八个条件 其中有一个非常有益 非常健全的条件是 任何时候 您在任何地方给人们开试 假使我在场那最好 而不管任何原因 如果我不在场的话 当您回来之后 必须再把这个开试说给我听 佛陀接受了包括 这个要求在内的所有的条件 所以 从佛陀五十五岁到八十岁的 二十五年当中 阿南听闻了佛陀对人们的 每一个开试 甚至在那之前的佛陀开试 他都听过 这二十五年当中 阿南就如同佛陀的影子一样 每部经典他都听过 他是个很特殊的人 他具足了某种完美的能力 由于他过去的波罗蜜 也因为这辈子的修行 他具足了很好的记忆力 任何东西 只要他听过一次就够了 就像录音机或是电脑一样 你随时问他 他都能一字不漏地说出来 这是他所具足的殊胜的能力 所以有人说 如果阿南不参加劫集 这些经文就会有所遗漏 他应该要参加 但是他没有足够的资格 因为参加劫集的都必须是阿罗汉 而他不是阿罗汉 我们要知道 阿南服侍佛陀二十五年 非常亲近佛陀 他是佛陀的堂弟 是佛陀的忠实信徒 这么亲近佛陀 但他仍然不能成为阿罗汉 他只成就了虚陀环 也就是第一次经验到涅槃的境界 解脱的第一个阶段 第一次超越身心的境界 这是非常重要的阶段 但仍然是解脱的第一个阶段 之后你更进一步 是斯陀汉接着阿罗汉 最后才是最高的阿罗汉 而阿南在这个时候 到达的只是第一个阶段 这说明了佛陀并不能解脱任何其他的人 每个人必须靠自己拯救自己 阿南没有时间修行 他一直都在服侍佛陀 不能在实修上进步 虽然他十分清楚地知道法 不只是一两个人 而是好几千人 经过他的教导之后 都成了阿罗汉 但他自己并不是阿罗汉 一个不是阿罗汉的人 怎么能够参加集结呢 所以大家斜尊者到阿南那儿 告诉他说 你看啊阿南尊者 过去你忙着服侍佛陀 现在佛陀不在了 你这么清楚知道修行的方法 你自己的弟子也都成就了阿罗汉的果位 现在你有很多的时间 为什么不加紧用功呢 只要你成了阿罗汉 就可以加入我们经典的结集了 这是我们所希望的 而你也将成为这次结集的一个重要的资产 阿南觉得很高兴 太好了 是的 他说 以前我没有很多时间 现在有时间了 所有时间都是自己的 等我几天吧 我会加紧用功 我一定会成为阿罗汉 加入你们 他开始用功 开始勇猛精进的用功 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 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 过去 当他教别人时 他常常会说 不要增强自我 我只对你而言是危险的 他将会是一个很大的障碍 而当他自己修行时 自我却变得显著了起来 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 我一定要成为一个阿罗汉 许多次 这个老师忘了他曾经教给学生的 当他自己修行时 却忘了自己对别人的教导 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 他并没有进展 明天 他们就要开始结集大会了 大家协 尊者到了阿南那 告诉他 你看啊 我们已经等这么久了 我们真的不能再等下去了 有四百九十九个人等着开始 明天早上 如果你不是阿罗汉 我会另外找人 我们将开始进行工作 如果你成为阿罗汉 则欢迎你加入 好好 好的 再一个晚上 我再继续用功看看 再一次他试着 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 这是最后剩下的一个晚上了 我一定要成为阿罗汉 前夜过去了 中夜过去了 后夜也过去了 太阳升起来了 他筋疲力尽 然而他并没有哭泣 至少他有修行的良好特质 他已经养成了平衡的心态 虽然没有成功 但他知道 即使没有成功 也不应该因而伤心掉泪 他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接受这个事实 我不是阿罗汉 现在让自己休息一下吧 我不是阿罗汉 只是虚头环 一个虚头环 他活在当下的实相当中 当他一直想成就 想要成为阿罗汉 他的心总是在未来 而不是活在当下 而现在 我不是阿罗汉 他接受了这个事实 我只是个虚头环 我现在要休息了 我要休息了 不断地往内 观照着感受的 生起灭去 生起灭去 这是好的禅修者 他休息时的方式 我现在要休息了 就在他的头 即将碰到枕头的那一刹挪 他成了阿罗汉了 当你太过勇猛 太强迫自己 你已失去了新的平衡 中道 不要过度地松弛懈怠 无所事事 也不要太过勇猛精进 使你失去了新的平衡 阿南成为阿罗汉了 他加入了这次的经典结集 大家向阿南提出问题 佛陀究竟说了什么呢? 所有佛陀的教法 编辑成三个部分 这就是为什么 这些教法称为三藏 D-Bittaka 巴黎文D-Bittaka的D 是三个的意思 Bittaka 是拦子的意思 因为从前在印度 通常书都放在拦子当中 这三种佛陀的教法 一种是金藏 这个部分是 对大众或长或胆的演说 编辑而成的 接着是律藏 这是特别对僧众的开始 内容是有关他们的纪律 关于戒律的 对在家人而言 五戒就够了 但是深重的戒律 则超过两百条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 这位老比丘会气愤地说 哦 对我们有这么多的限制 所有这些对深重的教戒 就编辑成为律藏 然后第三个部分称为论藏 也就是阿比达摩 阿比达摩 意思是更高的法 法就是自然的法则 也就是实相 阿比达摩是比较深的实相 一般人不容易了解 必须是修持较深入的人 才能够了解的 阿比达摩是对身心的现象 这整个领域的分析研究 阿比达摩当中 对于所有身心 即心中生起的法 从表面的实相 到究竟的实相 都有详尽的解说 以当时的语言来说 色身叫做Ruber 心叫做Jitter 心中生起的法 叫做Jitterseeker 他们是如何互动 如何互相影响 身是如何刺激心的生起 心又如何刺激身的生起 心是如何刺激心的生起 身又如何刺激身的生起 对于这些 都有完整的解释 对于所有身心内在的更深层 不断在发生的相互关联 作用及互动 也都有完整的解释 光是阅读阿比达摩 是无法了解这些内容的 唯有透过对内观实际的修行 到达一个非常深入的阶段 才能够清楚地了解这些内容 这就是第三个部分 论障 也就是阿比达摩障 就金、律、论三障而言 阿南被问及的是 金障和论障的问题 至于律障 是由一位叫做 优婆尼的阿罗汉 来回答问题 在僧团当中 优婆尼尊者持戒第一 现在要讲的这部经 出自三障当中的金障 阿南说 我是这样听说的 许多经典是以这句话 作为开始的 Evan Mesutang 阿南直接从佛陀的口中听说 所以说 我是这样听说的 然后他详细地描述了 讲经的实况 这部经是在哪里说的 什么时候说的 是对谁说的 在哪一种情况下说的 是如何说的 在经典的序文当中 他做了这些的描述 然后才开始进入 经典的正文部分 现在说明这部经 是在哪个地方说的 阿南说 Egan Samayan 有一次 Bhagava 世尊 Viharadi 曾经住在 印度化当中 Viharadi 这个词通常不会用在 一般的在家人身上 而是用在 证悟的人 或那些走在 觉悟道路上的僧众 或是在法中 实修的在家居士 这些人的身上 对他们才用到 Viharadi这个字 因此 佛陀那个时候 住在 停留在 居楼国 Kuru Kuru 是当时北印度 十六国当中的 一个国家 它的地点 接近今天的德里市 是在靠近 庞浙布省 跟 拉加斯坦省 毗邻的地方 现在称这个地方为 Haryana 现在叫Haryana的地方 那个时候叫做 Kuru 居楼国 这部经 就是在 居楼国讲的 在 居楼国当中 有个名字叫 建摩色达摩的 小地方 建摩色达摩 就是讲 这部经的地方 佛陀称呼 那些当时的 在场的人 比丘们 而比丘们回答 是尊 现在我们要了解 两件事 第一个是 这场重要的开示 就是在 居楼国说的 第二 则是佛陀 非常赞叹 居楼族的人 不只是佛陀 后来在其他的传统当中 他们也认为 居楼国的居民 都过着很有道德的生活 在婆罗门的传统当中 有一部重要的经典叫做 吉他 经文开始的经句是 意思是说 古鲁国的原地 是法的原地 经中说到 居楼国是法的原地 为什么居楼国 受到如此高度的崇敬呢 佛陀曾经在 某次开示中 解释过 在佛陀未成佛之前 他的过去一生 当中 就种下了成佛的因 他不断地发展成佛的 时波罗蜜 生生世世 过着正当的生活 去发展自己的波罗蜜 在无数生中 有一生 他曾做过 居楼国的国王 那时居楼国全国的人 上从国王 下至最低见的人 都持守戒律 希勒 这些戒律 当时叫做 奔迦希勒 现在我们称它为五戒 所谓希勒 就是法 戒法或道德 戒在当时的印度话 也称为 骷鲁 就是法 骷鲁的法 这意思是说 骷鲁人有这种特质 这是他们的特质 他们过着道德的生活 每个人都过着道德的生活 实在是相当的难得 那时候 佛陀还没有成佛 也就是菩萨 他是 骷鲁国的统治者 在印度当时的 很多国家当中 有个国家 那个时候叫做 克林格 现在位于一个叫做 欧里萨的地方 这个国家 年年闹饥荒 旱灾 人们过着悲惨的生活 当时的人 有个观念认为 饥荒和旱灾 是因为人们 没有遵循道德的生活 所引起的 而人民之所以 不遵循道德 则是因为统治者 不过着道德的生活 因此 这个国家的长老们 就到国王那儿说 陛下 我们一定做错了什么 你看 年年都有饥荒 我们一定要改善 这种情况 我们的百姓 应该过着道德的生活 如果要这样 除非您开始过着 遵循道德的生活 否则 人民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此 请陛下你受持五戒 并且使所有的人 国家当中的所有的百姓 都受五戒 而如果要受五戒 到持戒亲近的人那儿 去求戒 是很有必要的 然而 你可以从哪个人那儿 求受五戒呢 从谁那儿 我们可以得到五戒呢 我们最好去找 居楼国的国王商量 他是个完美的人 所有他的百姓 他的子民 都过着遵循道德的生活 五戒就在那儿 于是 两位波罗门大臣 就被派遣 出使到居楼国去 他们到了那儿之后 将整个事情的来由 告诉居楼国国王 我们目前遭遇到困境 请为我们受五戒 请您将戒文 写在石板瓦上 我们把它带回去 这块石板瓦 将代表您将戒文 读给我们的国王听 我们也会对 所有的百姓 读诵戒文 从此以后 他们将开始 过着持戒的生活 因而脱离痛苦 居楼国的国王 并没有答应 他们的请求 他说 是的 我一直过着 清静的持戒生活 但是 我曾经犯了 一个小过失 一个很小的过失 所以 我并不算是 完全清静 无缺的人 然后 他告诉 两位大使 去找他的母后 他年老的母亲 他才是 持戒清静的 他们去找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 却说 不不不 在我一生中 曾经犯了 一个小过失 你最好 去找大皇后 然后 他们就去 找大皇后 但他又说 不不不 我曾经犯了 一个小过错 你们去找 国王的弟弟吧 然后是 你们去找 本国的宰相 然后是 你们去找 本国的财政部长 然后是 你们去找 本国的首席祭司 然后是 你们去找 本国的重要官员 财政官员 然后是 你们去找 本国的 道贸易家 商人 就像这样 他们继续地 找下去 每个人都说 在我一生当中 曾经犯了 一个小过失 曾经做了 一个小过错 继续不断地 找找找 去找 家喻战车的人 两位大使 找到了 这位家喻战车的人 他说 不 我犯了一些过错 然后去找 晚上看门的守卫 他也说 犯了一些过失 就像这样 从国王到百姓 每个人都 很谨慎地持戒 而他们所提到的过失 我们不需要 去追究他的细节 那很花时间 那都只是一些 小小的过失 罢了 例如 国王说 我犯了一个过失 什么过失呢 他说 有一次 我在表演剑术 我的剑术非常好 我表演剑术 给百姓和大成们看 而其中 有一只 我射出去的剑 掉在附近的池塘里 当剑掉入池塘时 它沉到水里 没有浮起来 没有再浮起来 那表示剑 可能射穿了一条鱼 而那条鱼死了 它的重量 使这只剑 沉入水中 不再浮起来 谁知道 那只剑 是否真的射穿了一条鱼呢 剑可能掉在 池塘底部 很深的泥巴当中 而没有浮起来 但国王却怀疑 或许 或许因为我这样的行为 而杀了一条鱼 就像这样 人们都非常谨慎地 手持他们的戒律 所以 居罗国是一个 从过去传统以来 人民就非常重视戒律的国家 因此这部经 并没有提到戒律 因为戒律的基础 早就存在了 而佛陀 就是对着 那个国家的百姓演说的 戒律的基础 是很重要的 这就是 这个佛和下一个佛之间 所发生的事 当佛陀出世后 也就是 觉悟的人出现在世间的时候 他说的是 完整的教法 面面俱到的法 纯净的法 没有什么可以从中删除 也没有一丝一毫 不纯净的东西可以去除 也不需要再增加任何的东西 所以经典里面说 佛陀所教导的法 是完整 而且是纯净的 但是 随着时光的流逝 随着时光流逝 完整纯净的法 变得不完整 不再完整了 某些重要的部分 失传了 而且最难的部分 最现消失 智慧 斑仰 开始消失 内观 Vipassana 的方法 开始消失 留存下来的智慧 斑仰 只是知识层面上的智慧了 人们继续谈论智慧 但是修索成慧 Vavana Maya Banya 失传了 正定 也就是禅定当中 较纯正的部分 也不见了 以词诵 观想 想象的方式 所发展的定 被保留了下来 但是随着 由觉知识相而发展的正定 也失传了 所生下的就只有戒了 对人们而言 戒变得很重要 它确实很重要 但其他修行的要素 其他关于法在石修上的次第消失了 而人们偏重在戒 于是开始走极端 他们开始特别强调某一条戒 或其他条戒 以至于失去了新的平衡 而使得他们不能修持正定 也不能修持正确的智慧 我们可以在今天的印度 看到相同的情况 社会上有些地区的人 特别强调某一条戒 或其他条戒 以至于失去了新的平衡 而使得他们不能修持正定 也不能修持正确的智慧 这就是佛陀所不断谴责的 对于戒律 发愿的执着 也就是他所说的戒禁曲 是执着 是执着 执着到非常严重的地步 人们对于持守某一条戒 认为我因此可以解脱了 我只要持这条戒 就可以解脱了 这会让人变得很不平衡 他们不修定 不修内观 不修智慧 因为他们过度地强调戒律 以至于他们只执着戒律 Vada是发愿 你发了一个愿 然后你变得非常的执着这个愿 你又再度强调延伸它 极端地延伸它 戒律本身没有错 它非常重要 发愿本身也没错 也非常重要 就像发愿过五不时 是很好的愿 对你们的禅修有帮助 或者有的时候发愿 整天摘戒断食 这也没错 它使你们健康 但当人们过度执着它食 就会变成 你断食一天 我要断食两天 我比你更有修行 你断食两天 我要断食五天 你断食五天 我要断食十天 二十天 一个月 延伸延伸 意再地延伸 就是这样 最重要的教法不见了 目标不见了 大家如此地执着戒律 执着在这个发愿 对于法在石秀上的其他的重要部分 像证定 智慧等等 就在这个国家消失了 而这就是当时在居楼国的情况 人们严格地持戒 但曲解到这样的地步 却是错误的 但持戒的人 还是比没过戒律生活的人 要好得太多 因此 这些人的确比其他的人好很多 因为他们的基础好 他们也就比较容易了解法 虽然有些不足 但可以用现在要教的方法来补足它 因此 佛陀知道 居楼国是个有道德基础的地方 这个地方的人会更容易了解这个修法的细节 所以他在那里教导了这个方法 佛陀说 比丘们 什么是比丘呢 在印度一般的语言当中 比丘是出家人或隐士的意思 但是在这里不只是这个意思 不但在此处 在其他的开示中也一样 当他称呼比丘们时 他是指那些在法上实修的人 因此 当佛陀说 比丘这个时候 他是对一个禅修者而说的 就像说禅修者一样 然后佛陀开始他的演说 只有一条道路 是什么道路呢 进化众生 意思是进化每一个人的心 心的进化才是真正的进化 我们可以从外表不断地清洗自己的身体 但这并不是真正的进化 必须进化了这个心才算 那么要进化什么呢 很深的忧愁 心理上的忧愁 很深的忧愁就叫做soka 心理的忧愁显现在身体上 就是哭泣流泪叹息 是指这条道路会帮助禅修者超越 度过这个忧愁 当你们修持这个方法时 就不再哭泣 不再流泪 也不再叹息 而如此深的忧愁会浮现到表面上 并且消失 你们将度过它 然后 忧愁与堂渐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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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 变成较微细的痛苦 逐渐微细一微细 直到你完全去除痛苦 当你心里有太多的忧愁时 你会哭泣 会流泪 他们是那么的促重 这两者都那么的促重 然而心中的痛苦依然存在 某些痛苦仍留在心里 这就是忧 而对身体不愉快的感受 也一样可以用这个方法去除它 然后是 帮助一个人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如果你不走在真理的道路上 如果你用观想的方式来修 那么我们前面说过的 关于心的进化就不可能达到 如果你只是做某种思维 或是某种的观想 心中生出的痛苦是不可能根除的 无疑的 心的表层会自己进化 这些修法能进化心的表层 但是心的深层那些根深蒂固的心结 则无法浮现 只有当你开始如实地观察 关于身心的实相 以及身心两者间相互关联的作用时 内在的心结才会浮现 你们继续观察 不断地观察 从初中的表面实相越来越深入 直到到达究竟的实相 也就是关于身 关于心 关于心中生起的法 最威胁的究竟实相 于是你靠自己去经验实相 不断地用功 而不是由于佛陀去经验这个实相 佛陀所经验的实相 只能解脱一个人 也就是佛陀他自己 只有他自己解脱了 他只能指出这条道路 而每个人还是必须靠自己的亲身去体验实相 从最出众到最威胁最威胁的实相 一步一步地走过这条路 所以称之为走在体验实相的道路上 你走上这条路 高尚的道路 你正在高尚的解脱之道上 接着是体证涅槃 像这样不断地观察实相 将会带领你到达什么地方呢? 从最出众的表面实相 进入越来越威胁 越来越威胁的实相 只有实相而不是想象 关于整个身心范畴最威胁的实相 然后你超越了身心 并亲见了超越身心的某种境界 那就是涅槃 整个身心范围内的现象 就是事物不断地升起灭去 与生起灭去 有时候 以初衷的形态呈现 升起后 似乎停留了一段时间 然后才消失 当观察越来越深入时 你会注意到 它是非常快速地 不断地在生灭生灭 甚至在最微细的层次里 也有某些微细的震动 不停地生灭生灭 所以 整个身心的范围 都是不断地生灭生灭的现象 这也就是我们必须去体证的 而不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接受它 当你超越了身心的领域 超越了不断生灭无常的领域 而体证了究竟的实相 它超越身心 超越生灭 无法用语言文字来形容 因为在这个经验当中 你所有的感官都停止活动了 当人们修习内观这个方法 而到达了超越整个身心世界时 就证得了涅槃 涅槃的体证超越了身心 超越了所有的感官 眼、耳、鼻、舌、身意 整个六根都停止活动了 它们停止活动 因为这是一种超越了感官范畴的体验 这种经验可能只有几个插挪 可能只有几分钟 也可能是几个小时 视情况而定 但是当你从那个经验中回来 回到这个感官世界 这个身心世界时 你已经是个完全改变的人了 而你却无法向别人解释 你自己所经验到的 你要怎么去解释呢 你并没有适当的表达工具 可以用来解释 这是一种超越感官的经验 它无法用感官的经验来解释 也无法经由人们感官的经验 去了解它 这整条道路是一条体验 不断体验的道路 如果你只是玩着知识的游戏 当然你可以讨论它 可以对它做长篇大论的描述 但是你所了解的 只是在知识层面上而已 那并没有什么用 这整条道路必须靠每个人亲自去体验 这也就是为什么 佛陀所谈的法的六种特性 其中最后 而且是最重要的一个是 亲自去体验它 法必须由每一个人 从自己的身心之内 亲自去体验它 你必须亲自去体验它 Vedidabo的意思是 正在经验感受 你经验了自己身心之内的实相 当你开始观察 感觉和体验自己身心上的实相 从最初纵的开始 继续不断地移动移动移动 你将会探究了整个身心世界的领域 然后你会经验到某种超越身心的境界 因此 这就是个人实际观察身心实相的整个范畴 佛陀说 这是唯一的道路 这句话 对那些尚未深入 或是完全还没有走上这条路的人来说 他们听了会觉得很不舒服 什么是这个人所说的唯一的道路呢 这是非常狭隘的看法 明明可以有这么多条路 为什么说这是唯一的道路呢 但是对那些走过这条路的人而言 则非常的清楚 到底这条路是什么 自然的法则是普遍存在的 自然的法则对佛陀的追随者而言并没有不同 自然的法则对所谓的印度教徒 基督教徒或回教徒而言也没有什么差别 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 而佛陀希望我们去体验 去了解自然的法则 去体验实相 去了解这个适用于个人乃至全体的法 法则特性 就像火的特性是燃烧 任何人把手放在火上就一定会被烧伤 火并不会分别 并不知道这只手是印度教徒 佛教徒或基督教徒的手 是澳洲人 纽西兰人 或美国人的手 任何人把手放在火上就会被烧伤 我不喜欢让火烧到手 所以我最好把手从火上拿开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这就是法 也就是佛陀所教导的 它是普遍性的 因为法是普遍性的 因此这条道路也毕竟是普遍性的 它不是属于任何宗派的 而普遍性的道路就是唯一的道路 因为法则是唯一的 不论有没有佛陀 法则就是法则 不管是有没有人成佛 或者是佛陀之后 自然的法则都是一直存在的 就像有位名叫牛顿的人 发现了万有引力一样 不论有没有牛顿这个人 万有引力都是一直存在的 甚至在牛顿之前 在牛顿当时乃至牛顿之后 万有引力都存在着 如果有人发现 那最好 因为我们可以应用它 相对论是由一位叫做爱因斯坦的人发现的 不论有没有爱因斯坦 他都在那儿 在爱因斯坦之前 爱因斯坦当时乃至爱因斯坦之后 相对论都存在着 同样的 法就在那儿 如是因如是果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如果你不想要有这样的结果 那么就要避开他 这就是自然的法则 唯一的道路 如果你继续这样做 而想不要有这样的结果 那是不可能的 唯一的道路 的意思是 你遵循自然的法则 而这个自然的法则 是唯一的 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 加在一起 结果就产生水气 产生了水 这是自然的法则 这就是法则 这就是法 如果行星上没有氧 没有氧 没有氧 没有氢 就没有水 就没有水气 这是自然的法则 你已经开始修持了 你将会修得更加深入 这是你在这条路上前进时 会了解的事情 如果这件事情是这样做的 那么结果一定会那样呈现 如果你不想要那样的结果 因为那个结果会使你不快乐 而感到痛苦 如果你想要脱离痛苦 那么就不应该这样做 必须去除原因 结果才会自动去除 如果不努力去除原因 而只是认为 我会从这个原因所造成的结果当中 解脱出来 从这个不愉快痛苦的结果当中 解脱出来 因为有人 有某位超自然能力的人 会很慈悲地对待我 即使我心中充满着 种种的不尽烦恼 这个人也会来帮助我解脱 这只是一种既旺式的想法 是不可能发生的 你必须努力 必须靠自己去除烦恼 这是方法 这是法则 是自然的道理 由于无明 你继续不断地产生习性反应 而导致你不断地受苦 你必须根除眼前这种充满无明的行为模式 必须改变这种内心深处的行为模式 而这就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这就是为什么说 这是唯一的道路 佛陀说 四念著 以智慧建立四种念著 而这四种念著是什么呢 哦 禅修者 禅修者应该怎么做呢 要就身体亲见身体当中的实相 阿达比非常精进 不懈怠的 Sampajano 体验不断地生灭生灭的智慧 Satthi Ma 保持觉知 在身体当中 以完全具足智慧的觉知 来观察身体的实相 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想象的成分 你们直接就自己的身体 去体验身体当中的实相 接着像上面一样 Vedana Su Vedana Nupassi Viharati 就身体的感受 来观察感受的实相 你不是去想象感受 而是直接去体验那些感受 Vedana Su Vedana Nupassi Viharati Ata Pi Sampajano Sati Ma 非常精勤的 具足觉知和智慧 Vinaya Loke 去除自己的贪爱和称恨 对身心世界的贪爱和称恨 Loke的意思是 世间 这里是指身心现象的世界 同样的 Vedana Nupassi Viharati 就心观察心的实相 Vedana Nupassi Viharati 心中生起的法 自然的法则 关于身心法则的实相 在这诸法当中 你们就诸法观察诸法 然后再一次提到 Ata Pi Sampajano Sati Ma 以完全的觉知和智慧 精进的用功 Vinaya Loke Abhijaya Dho Manassan 去除自己的贪爱和称恨 是了解四念著 观察身体的实相 观察身体上种种感受的实相 观察心的实相 观察心中生起的法的实相 所有这四种念著 都必须由禅修者 他自己直接亲自体验 只是用理智去思考 对你并没有帮助 理性的了解教法是好的 因为它能给你启示与引导 它能帮助你了解 应该如何去修行 应该如何去体验 但实际上 只有你自己亲身的体验 才会带来结果 而当我们更深入地探讨 这部经典时 你就会理解到 上面所讲的事情 同时 现在你正在观呼吸 这是当下的实相 觉知它 观察气息的进来 观察气息的出去 如实的 如实的 深的呼吸 浅的呼吸 如实的 接触到这儿 接触到那儿 如实的观察它 时时刻刻如实地去 觉知鼻孔以下的感受 试着保持这个感受 对实相持续的觉知 这就是你现在的所缘 在这个鼻孔以下的范围 你要不断地观察这个范围 时时刻刻呈现在 这个范围的实相 你都要觉知到 不断地保持觉知 日日夜夜 除了熟睡的时间以外 你都要不断地保持觉知 大部分的时间 你会忘了 对所缘 对这个观察的对象 保持觉知 你的心会到处游荡 你无法控制它 但只要你一知道 心跑掉了 就把它带回来 就接受 心跑掉了这个事实 当你发现 心跑掉时 不要产生失望 或沮丧的感觉 只要接受 心跑掉了 这个事实就是了 然后再度开始 如实地观察呼吸的 进 出 进 出 深的 浅的 以及这个范围的感受 你觉知这个范围 觉知呼吸的 进 出 进 出 继续保持觉知 你已经像这样 不断地用功了 一段时间了 现在你必须 更认真 更精进地 继续用功 当佛陀 在谈到思念咒时 他问 是 哪四种念著呢 他开始回答说 比丘们 比丘就身体观察身体 事实上 思念著的目的是要探讨 我 我的 这个我们不断地对他认同 不断地产生强烈执着的对象 这究竟是什么呢 这个我是什么呢 我们所要探讨的这个我 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部分 一个是身 Gaia 物质的部分 另一个是心 Git 我们将对这两个部分加以探究 但是 这种探究 不应该只是在知识的层面上 它并不是知识的游戏 而是一定要在经验的层次上 实际去体验 比方说 坐下来想了解身体是什么 你可能会注意头皮或头部 对自己说 这是头 是的 这是你的头 但 这是经由想 Sanya 得知的 这只是知识上的理解 这时候你并没有经验到你的头 要经验到头的实际情形 一定要有某些感觉 在你的头上升起 你一定要感觉到 你的头上的某些感受 唯有如此 才能说 你经验到了头的实际的情形 你感觉到头上的感受 这就是经验 身体的每一个部分也都一样 当你探究这个身体时 借着实际的经验 去感觉到身体的每一个部分 你就是经验到了身体每一个部分的实相 因此 如果你是在经验的层次上 去探究身体的话 你会发现 一定会有感受伴随着这个身体 身体和感受是在一起的 现在谈到心 记得 同样的 如果只是坐下来对自己说 这是我的心 你并没有实际的去体验到心 你可能只是想象或试着 在知识的层面上去了解心 但是 当心中生起了某个念头的时候 比如说 生起了强烈的贪念 你就知道 心中生起了某个念头 贪念生起了 现在又灭去了 同样的 其余的念头也会生起 例如 称恨 生起了 现在又灭去了 念头会生起灭去 以印度崇勤的语言来说 任何在心中生起的念头 就叫做Dhamma 法 Dhamma这个字 字面上的意思是 Dharititidhamma 所包含的东西 心所包含的东西就是法 所以 我们是借着法 来进行对心的探究 心和法是在一起的 就像身和兽在一起一样 佛陀体证了绝妙的实相 这就是自然的实相 体证之后 他说了一句 很重要的话 Vedana Samusarana Sabbé Dhamma Sabbé Dhamma 意思是 心中生起的每一个法 Vedana Samusarana 是指 每一个心中生起的法 在身体上形成的感受 感受就开始 在身上流动 Sabbé Dhamma Sabbé Dhamma 是指 同样的 当你探究心和心中 升起的法的范畴时 感受也扮演着 十分重要的角色 因为心中升起的 每一个法 都会在身体上 以感受的方式 呈现出来 所以我们说 有四个念住 首先是 是住 是以正确的方式 来按住的意思 是在经验的层次上 来探究身 以后我们会读到 Vedana Su Vedana Nupassi 以及 Chitte Chitta Nupassi 和 Dhamme Dhamma Nupassi 我们先看 Anupassi 这个字 巴黎文当中 Bassana 表示看或观的意思 是自己亲自 看到这个东西 而不只是 听过它而已 Bassana Dassana Vipassana Vissé Sena 这四个字 都是表示 用特殊的方法 正确的方法 Vivide Ne 是指 以不同的方式 不同的角度 Vicaya Ne 是 借着不断的分离 剖析 分解的方式 但是 Anupassana 这个字 在这里的重点是 以正确的方法 去观察的意思 Anupassana 是表示 继续不断的 每一叉挪 都观察着 当下的实相 接着 下一叉挪的升起 你也继续观察 那一叉挪 任何身体的实相 在身体 这个物质结构当中 去观察 身体的实相 Gaye 是在身体当中的意思 每一叉挪 不断地观察身体 就是 G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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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passi 同样的 Vedana 是在 Vedana 感受当中 就感受 观察 感受 Ga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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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指 在心当中 就心 观察 心的实相 而 Dhamme Dhammanu Passi 是指 在心中 升起的法当中 就诸法 观察 诸法 我们要知道 这样的观察 是和想象 毫无关联的 如果是 闭起眼睛 开始想象 这个身体 或想象 在身体上 生起的任何感受 那并不是 实际在 经验这个身体 比方说 虽然没有 真正经验到 某一种感受 你也可以想象 你正在 经验它 而认为 这是一种感受 不断地在 变化 生 灭 生 灭 这样做 只是把感受 想象成 某一种东西 或者你也可能 在没有 真正体验过的 情况下 假想自己的心 说 我有这种信念 我有那种信念 要明白 这并不是内观 内观是 如实的观察 当下发生的实相 当你正在 观察身体时 你对身体的体验 一定是在 自己的身体之内 感受的体验 一定是 在自己的感受 或身体之内 心的体验 也必定是 在自己心内 无论心中 生起什么 心中 生起的 法 的体验 也一定是 在自己的心内 在心中 生起的 法之内 这就是为什么 这四句话 要这样解释 我们要明白这几个字的意思 阿达比 是指保持觉知的人 但只是保持觉知 并没有多大的用处 和他一起的 一定要有三不加娘 实时彻底的 了知无常 三不加娘 的意思 是正确的智慧 是 觉察到感受 不断生灭的智慧 因为这是我们 一定要做到的 一定要能体验到 感受的 生起灭去 在感受的层面上 体验到无常的特性 那就是智慧 正确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用 三不加娘 这个字的原因 练习正确智慧的人 就是三不加娘 保持觉知的人 就是 Satima 所以 当我们在观察 身 受 心 法 这四个念著时 一定要 敬请觉知 时时彻底无常 接着是 Vinaya Lokke Abbidja Domanasan Vinaya Lokke 的Vinaya 是远离 借除的意思 Abbidja 是贪爱 Domanasa 是因为 称恨 而心照动不安 因此 这几个字 的意思是 远离 贪嗔 Lokke 是世界 包含各种 不同的世界 但在这里 是指 称之为 我的五蕴 物质的色韵 以及四种精神的韵 诗韵 Vinaya 想韵 Sanya 受韵 Vedana 行韵 Sankara 也就是 心的认知 分别 感觉 反应的作用 这四种心的作用 加上色身 物质的色韵 总共五相 身心的全部范围 就是Lokke 就是身心世界 我们必须探究 身心全部的范围 以去除贪嗔 贪旧身心时 如果对它产生了贪爱 就不是如实的观察了 因为你已经 掺杂了贪爱 应该要没有贪 没有嗔 你只是如实的观察实相 这就是每次 不断重复 这些话的原因 再来是 Vedana 感受 在这四个部分 在这四念柱当中 我们最强调感受 身体的感受 为什么呢 我们要明白 因为我们说 我们必须去除贪和嗔 除非你能感觉到感受 否则贪嗔是不会生起的 如果有了愉快的感受 才会生起贪爱 有了不愉快的感受 才会生起嗔心 如果你不了解 你不去体验感受的话 你甚至不知道 贪嗔已经生起了 也就无法去除贪嗔 所以 唯有牢记感受的重要性 才能说 自己是在修识念